政壇的消息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父亲节大动作举行新书发表会 跟年轻人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 并提出了居住正义的想法 目标要改善当前年轻人 薪水低 难买房的困境 而争取新世代的选民认同之际 他没有多谈总统大选的政治议题 但感受了出来 郭台铭参选的意愿还是很强烈 有人说郭爸爸我爱你哦 又是握手又是献花 现场美光灯闪不停 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父亲节举办新书发表 与年轻人分享生命历程 中文老化 只问公园不要收获 今天你刚入职场 你每个房贷群要打好 你这样就容易盖上高楼 拿自己的人生历练来勉励台下年轻人 而谈到未来经济发展 郭台铭相当有信心 台湾能在国际舞台展露头角 未来将来到底是和平还是战争 他如果走上和平的路线 那么他的发展绝对超过四小龙 我们不应该再被四小龙所牵框住 我们要做世界的一条重要的科技龙 台下响起如雷掌声现场话题 瞬间充斥浓浓郑志位 郭董有问必答 还不忘炮轰政府设斩政策 要盖个房子 等到预算编好了 经过议会里面讨论通过了 到下去执行最少一年半的时间 最近的物价的通货膨胀 标的工程大部分都不赚钱 不赚钱以后面再追加预算 所以不正常的政商关系就发生了 希望说无建商能够真正投资 因为你在培养 将来他有钱又会来买正常的房子 拿美国超市龙头案例来剖析 国内设斩议题 这话语中似乎也暗示 未来自己的产选政策 郭台铭牛棚蹲点磨刀 祸祸祸一举一动 更是牵动再也失利 2024系卡都直面只差 郭董一距 Yes I do 记者综合报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